人来人往的曼哈顿街道上 好几座大型金属艺术作品 串成一道独特的景观 吸引不少民众驻足欣赏 这是来自台湾艺术家康默祥的创作 重申 很难想象这取材自101大楼 高速电梯派关的钢锁 要将冷硬的废弃钢缆转换为柔软线条 过程非常辛苦而且危险 采用者的身份更让这项作品叠至起义 Made out of recycled elevator steel cables these artworks depict various forms of life and Mr. Kang even invited inmates to participate in its creation process the symbolism of all these made the theme of this exhibition rebirth even more meaningful 一个人就是像这个生命力一样 要有勇敢的面对 要有钢跟柔的生命 我带着生命也带着爱 在爱这个地方爱这个地球 这一条钢锁是非常的坚韧 因为这要焊接 焊接的话这个光线 就是伤害自己的眼睛 所以我每天就要受到这样的强光 来清洗我的眼睛 所以我留下很多的泪水 很多的汗水 被盈利组织时尚特区联盟主席指出 他木翔的作品转建任性和成身概念 也和追求转型与蜕变的时尚特区精神 入谋而合 让他从全球上百名艺术家脱引而出 获得纽约市政府及曼哈顿时尚特区的邀请 到百老汇大道展出 而这也是他的作品 首次在北美的亮相 纽约的展期预计到9月中 之后将一致华府展出 让更多人欣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